台东官山工商的学生为了发扬青年服务精神 特别前往刚开设的官山抚具中心 协助中心人员进行抚具消毒清洁还有环境整理工作 展现实践了青年有爱长者无爱的服务精神 学生们正在擦拭抚具中心募集来的抚具 希望能够给有借用需求的民众都能够安心使用 救国团台东县团委会邀请了官山工商 官山慈激医院以及慈激基金会等团体 共同参与抚具中心的抚具整理活动 而参与活动的官山工商同学 也认为能够用行动来关怀社区的事务感到非常的开心 今天这个活动对大家意义蛮重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帮一些老人家 就是整理一些抚具 就是也可以让老人家出去的时候 可以那个就是可以比较方便 救国团表示每年都会在青年节的前后 办理相关的青年活动 而本次邀请官山工商的学生 一同来协助抚具中心进行抚具的整理 希望能够透过青年以及社会大众的志愿服务 来关怀社区 感谢我们官山救国团 跟我们的官山工商 还有我们的慈激基金会 然后一起办理的 就是带领我们的学生一起去插抚具 然后也希望借由青年节这个活动 可以带领我们的学生呢 就是开阔一些新的视野 然后也希望他们借由这些公益服务活动 来提升他们去做服务的成就感 官山工商校长也表示 学校除了鼓励同学们 能够专注校园课业之外 对于品格的教育也十分重视 希望透过活动 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并期盼未来能够主动关怀社区的大小事 记者陈建林 官山正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